与圣诞老人一起在光之路上漫步为主题的 2019首尔圣诞庆典在清西川以带拉开帷幕 闪亮的圣诞树 可爱可亲的圣诞老人 梦幻般的宫殿 仿佛进入了冬季的童话世界 浓浓的圣诞氛围弥漫在整个清西川广场上 在长达1.2公里的河川上 通过各种不同的LED装饰的特殊效果 将这里打造成华丽浪漫的圣诞公园 庆典由清西川广场开始 直至长通桥一带 用梦想 欢喜 圣诞 祝福 希望五大主题组成 每个主题都有各自的特色与风采 整个清西川与各种灯饰交相会应 让夜幕更加亮丽 和家人 朋友一起 在美丽的夜晚留下美好的回忆吧 家族和去找不到的地方 搜索一下看了 比较在手机上看的地方 来看的比较快乐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人们在许愿灯上 学下七年祝福 放在河川中 期待新的一年愿望成真 庆典活动将持续到2020年1月1日 新唐人记者 尹生华 金燕 韩国首尔报导